吃恩恩嘴角一痛 呜了一声 他看出了他在吃醋 还看出了他霸道控制与强烈的毛病又犯了 他还是有必要再说明一下的 免得他还执拗地问着这个问题不放 丽北觉 我真的就是巧合碰到你说的那位公爵两次 我们真的连姓名都没有交换一个 你不要想太多了 他明眸清澈明亮 里面有的只有坦荡荡 丽北觉漆黑的心眸看了他几眼 突然松开了手 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他本来就没有相信 吃恩恩心里付费 没有说出来 臣 收拾一下办公桌 我们马上出门 丽北觉放下了哈布斯登公爵的事情 俊连恢复了平日里的贵族范 指使其人来 那叫一个自然 指使完 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皱了一下眉 算了 我让秘书收拾 他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 走过去牵起了吃恩恩的手 走吧 去哪儿啊 吃恩恩不明就里地被他拉走了 今天最后一个行程 等布加迪停在了市中心一家 一线的婴幼儿用品店 吃恩恩才惊呆住了 下车 丽北觉倒是淡定 从容地吸了火 解开安全带 拉开了车门 吃恩恩跟着下了车 有一些懵地跟上了他的脚步 奇怪地问他 丽北觉 没想到 这么地接地气 他实在是想象不出 丽北觉拿着奶瓶 尿布 新产品检查的样子 总觉得格外的不达 丽北觉一听他那古古怪怪的语气 就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突然顿住了脚步 俊脸未轻地回过头 钻住了吃恩恩的手腕 你哪只眼睛看出了 我还做婴幼儿用品了 那你 来这里做什么呢 他话才说了一半 丽北觉就凶横地打断了他 闭嘴 从现在开始 你不准再说话 再让他说下去 他怕他又有要掐死他的冲动了 他是笨还是蠢呢 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工作 当然也不可能是为了看风景啊 吃恩恩被他拽进了 婴幼儿用品店 两层楼的超大店面里的导购小姐 马上就粗拥了上来 欢迎光临 两位好 请问需要哪一方面的东西呢 我可以帮两位做一下介绍的 其他导购小姐暗暗地咬牙 恨自己刚刚没有动作快一点 不然顾客就是他们的了 当他们看清楚丽北觉的长相之后 咬牙变成了切齿 哎呀妈呀 这么帅的男人 他们竟然没有抢到 就冲着这个男人全身上下透出的气场 就可以看出来 这绝对是一个大顾客 衣服 丽北觉扫了一圈琳琅满目的商品 无视了导购小姐凑上来的讨好 直接了当 导购小姐的笑容 那叫一个让人如沐春风 立刻柔声道 好的 请问是买男宝宝穿的 还是女宝宝穿的呢 宝宝大概有多大了 不知道 两个月不到 吃恩惊诧地望向了他 他不是说 再赶最后一个行程吗 他们今天最后一个行程 就是带他来 婴幼儿用品店买东西吗 吃恩哭笑不得了 可是他肚子里的宝宝 才一个多月 现在买也太早了吧 导购小姐有一点反应不过来 他根本就想不到 丽北觉所谓的两个月大的 是指在吃恩恩的肚子里面 两个月大 他以为是孩子生下来了 两个月大 所以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为什么孩子都两个月大了 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 他潜意识地认为 不是丽北觉的孩子 多半是买衣服送朋友的孩子了 这 不知道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恐怕不大好买衣服的 要不然这样 先生 你跟你的朋友打一个电话 问问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吧 打不了 嗯 你朋友没空还是人在国外呀 其实不用给朋友的 问问你朋友的父母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也可以 他们肯定知道 两个人简直是鸡同鸭讲 吃恩恩炯了 插了进去 不好意思啊 他说的两个月大 是说宝宝还在我肚子里面两个月大 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男女 啊 导购小姐彻底地愣住了 才怀孕两个月不到 男女都不知道 买什么婴儿衣服啊 太早了吧 丽北绝已经懒得跟他废话了 走到了摆放婴儿服的地方 点了几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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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购小姐看到了生意的曙光 也顾不得发愣了 手忙脚乱地把他纸的衣服都给拿了出来 这些不要 不要 他耍人呢 丽北绝贵气十足地凤某一扫 拨唇上下一碰 剩下的全部包起来 这些不要 剩下的全部包起来 别说是导购小姐了 店里面其他人都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感觉 全部 不是一件两件 是全部 他们这里是做一线婴儿服的品牌 随便一件小衣服 不说几千吧 至少要一千多两千 他大手一挥就是几十件 实在是出手太阔绰了 导购小姐生怕他反悔 赶紧地把衣服都取下来 匆匆忙忙地说 好的先生 我马上为您打包 已经不是你了 是您 痴恩恩瞠目结舌地看着导购小姐 把整个货架都给搬空了 忍不住结结巴巴地说 丽北爵 你 你买得太多了 小孩子长得快 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婴儿服的 一天一见 不多 丽北爵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他买得太少了 而且买的牌子也太一般了 但这是灵氏最大最好的一家婴幼儿用品店了 他最近没有时间带他出国 只能暂时地将就一下 除了衣服 小孩子还需要什么 剩下的导购小姐一拥而上 七嘴八舌地介绍起来 丽北爵花钱的能力和他赚钱的能力 一样地令人瞠目 转眼间 他就买了婴儿床 婴儿鞋 婴儿奶瓶 婴儿兜布 婴儿玩具 并且非常爽快地 全部黑卡支付 整个婴儿用品店里的导购小姐笑得就跟过年似的 嘴巴都要合不拢了 在等待东西清点买单的期间 一个导购小姐突然说 先生 女士 我们楼上正在搞活动呢 有专业的老师在教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 反正你们坐着等也是坐着等 要不你们上去看看吧 这个是免费的